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得干得吐血了吧 等等 这还不算人家的各种补贴也相当到位 每天45澳币的交通补助 22澳币的贩补 而且根据不同路段的规模 交通引导员还可能得到每小时2.1至3.95澳币的工地补助 超过工作时间10小时外 两倍工资立马到位 更加牛叉的是这份工作还可兼职 每小时也能拿到30澳币的工资呢 前面这一切只需培训几天 考试通过即可上岗 如此高的薪水 你或许会想 怎么会轮到我呢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实际这个岗位人员是稀缺的 原因很简单 众所周知 澳洲天气炎热 虽然温差较大 但白天年平均气温都在15摄氏度 真正到了夏季 那就更可想而知了 晒黑晒斑晒伤 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38摄氏度的天气 也得穿上冬天的大棉袄 我想没几个人能受得了吧 再碰上个刮风下雨突发状况 倒霉点再遇到个脑残司机 真是让你欲哭无泪 总之这份工作工资虽高 但也是相当受罪 所以很多人都不愿意干 而当地政府为了吸引人 更是一度把工资上调 并打算在2056年前 建造更多的房子 来安置悉尼800万人口 那么交通指导员 可谓更加紧缺 如果你不惧怕炎热 明年你将步入 百万富翁行列 怎么样 小伙伴们 你感兴趣吗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得大家 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 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